好 各位同学 那我们这个R的影片的最后一个影片 这个LatureCode这个档案 好 那你可以把刚刚的东西先都清掉 就又变成一个干净的R 好 那在这个LatureCode里面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会在这个PDF档案里面都有 所以呢 如果说你真的对写程式没有兴趣 你根本没有想要知道怎么写程式的人 你可以就直接看这个LatureNotes就好了 那基本上你的Project的话呢 你可以从LatureNotes上面就是直接抄它那个解释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好 那如果你就是真的没有想要学R的话 你看一下这个File 然后呢 看一下要怎么做解释 然后就去做你的Project 没有关系 那如果你想学怎么写程式的人 然后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程式要怎么写 好 那刚刚已经有讲过了 我们打开R的第一步要去Set你的Working Directory 这可以帮助你 就是你等下在读你的资料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你就不用把它的路径打出来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档案名写出来 它就会直接帮你把档案抓下来了 好 我们刚才已经把它的路径设定在我们下载的那一个资料夹了嘛 那那个资料夹里面有这几个档案 好 那我现在要把这一笔资料抓进R里面 它现在还只是在我的电脑里嘛 所以我要把它抓进R里面要怎么抓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Import 就这边有一个这个Import 你可以用 那因为我这是CSV的资料 CSV的话你就选第一个 Frontest 那个Based 那个第一个 然后它就会到你的那个资料夹 然后就把它抓进来 好 这就是你的那笔资料嘛 那你可以取任何的名字 它的那个Default的话就是你的那个档案名称 那你可以自己取你想取的名字 比如说叫Data1 好了 你可以这样取 好 那encoding的部分 你可以就让它自动去挑 Heading的话呢 是指说你这笔资料里面 它的这个第一个行 是不是它的变数名称 如果是的话你就取yes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选no 那Role name的话 有的话这边的就是第一个column 有的时候它会有就看你的资料 有的就是说呢 这是小王的 这是小美的 这是小小蓝的什么的 如果那样就是你的每个Role有名字的话 你可以选 告诉它说用第一个column 或者说指定用哪个column 基本上都第一个 或者用numbers也可以就是12345那样子 那如果automatic的话就是 就是直接用12345的方式 那separator呢 它是说我们是因为我们的csb file 它是用逗号分隔的 所以这边就是选逗号 那基本上 基本上除了这个名字 你可以自取 然后和heading的部分要检查一下 其他部分通常都不会 通常就是r 帮你输入进来的时候 通常都是正确的 就除了这个名称你要自己取 heading和roadnames你要定义一下 其他部分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你就可以把它用import进来 所以这就是我刚喊import进来的这笔 usedcars的csb file 好它是有500个observation和8个变数 那除了用这个手动的import的方式以外呢 你也可以把它用那个写程式的方法 把它叫进来 用两个方法 一个用readtable 一个用readcsb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好那比如说我用第一个方法 好这边h的话就是我们刚才那个heading 就是它的那个 它有没有变数名称等于tt 就是true的意思 然后sep就是separate 我刚才不是说逗号分割吗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这是逗号分割的 那如果你有read.csd的话 他就知道它是csb file 你就不用告诉他说 哦哦 separate 然后用逗号什么的 好那记得你的file的名称的话 我们要打引号 就是你的file名称 然后打引号 告诉他说就是抓这个file 那如果说呢 你的这些资料不是在你的walking directory 里面的话呢 就没有在你的工作的那个资料夹里面的话 就必须把它的整个路径写出来 就像这样子整个路径要写出来 好那这是mac的路径的话 就是从这个符号这样子开始 那如果说你是windows的话 就是看你如果是c槽的话 就是c一点点然后写线那样子 可以哦 就是mac和windows写路径的方法不一样 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叫出 你就是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把你的资料输进来 那这两笔资料是一模一样的嘛 那这样会占用R太多的记忆体 那我其实只要留其中一笔就好 那我们刚才有讲说扫把 按扫把的话 他是把所有都清掉 但是我要留一笔啊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RM RM就是remove的意思 RM里面放你要remove掉的东西 比如说我要把data1remove掉 好就清掉了 可以用RM的方式把这边的指定清掉哪一个东西 好那这个colon names 就是告诉你说你的variable 有什么 所以你有这八个variable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怎么做t-test one sample t-test的话就是只有单一一个变数嘛 所以呢它的这个function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t.test 那我刚才有讲说呢当你有任何的疑问 你对这个function不清楚的时候 你可以到help的地方 然后输进去去搜寻 他就告诉你说t-test 这个是在做这个student t-test 那后来他会告诉你说你里面要放什么 放x放y 然后还有alternative 然后他说说你是双尾简定啊 还是那个左尾右尾简定什么的 那他告诉他说你可以告诉他说muse是什么 他是不是在做pair t-test 如果是做pair t-test的话就是 这边是放true嘛 那后来我们在做t-test的时候 不是要假设说你的barons是equal 还是不equal啊 就是你的变通 那个变因数是不是相等 所以这边也可以去定义 那他default的话是false 好就是编义书不相等的意思 那你还可以去指定你的confidence label 这边他的那个default是0.95 好所以这是他的那个说明档案 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程式嘛 要怎么写 然后这下面有解释 刚才这些xyalternative是什么 这边都有解释 好这是解释 然后来这是你做value下面的话 就是说你等你跑完这个程式 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他在这个value的地方有解释 然后最下面有一些example 就是他做一些例子给你看 好那我们回到这边 那我刚才这边就做单一一个的 所以就只有一笔x而已 这个变数data 这笔资料的前这个变数 那后来我要做他的mu是不是500 好那这边的话你看他这边在做双维检定 这是他的alternative hypothesis 然后这是他的pvalue 所以我们做检定 在这边做检定很简单 你就不用自己去找你的critical value 你看你的pvalue就好 这个pvalue1的-16次方是数学符号 是等于是2.2乘以10的-16次方的意思 所以就很小嘛 所以那如果你的alpha等于0.05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拒绝h0因为他很显著 好那这边还会告诉你说 你的confidence95% 的confidence interval是什么 你的min confidence interval的话 就是8874到这个9241 然后这是你的x bar 是9057.8 好那这边他的这是default的方式是跑95% 就是他内建的话是给你95%的 那你可以去自己指定 就是用这个conflevel是等于0.9 他就会跑90%的 好那如果你要confidence interval的话 记得你就在做双围检定的时候呢 他才会跑这个confidence interval给你 如果说你做单位就是大 右围或左围的话呢 他的其中一边都会是那个infinity 就无限大的或者无限小 好那我们先来看 如果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右围检定 所以我的alternative变成greater 这就是我刚才说你的conf 他只有做双围检定的时候呢 你的confidence interval才会把上下线抓出来 如果说你做单位的话 他就会其中一边是infinity 好那这边在做price的 然后这边一样就是对p-value 他给你t检定的结果t-test的结果 degrowth of freedom是什么 然后你的p-value是什么 好那如果说做左围的话就是放less 好所以这边一样这边是p-value很小 所以这边这一个的话是拒绝h0 刚刚那个的话如果我alpha是0.05的话 这是不拒绝h0 好那如果我现在想要知道说2009的钱跟2008的价钱 是不是一样的呢 那我们要是做这个to sample t-test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检查说他们的variance是不是相同吗 好那我们刚才在做tidyverse的时候 你可以用filter的方式抓出2009或者2010年的资料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的话我们不是用tidyverse的方法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用基本上r的一些基本语言去做的 好所以我先去抓出2009的资料 就问告诉r说抓出来which 谁是data year里面2009的抓出来存到i09 然后再抓出这个2010的资料 所以我抓出i09和i10 但是这边的话它只是index而已 我们可以跑一次 好你可以刚刚看到 这边i09它告诉你说第二笔 第八笔 第十四笔是i10的话是第一笔 第十七笔 第二十七笔 第三十九笔这样 是2010年的资料 所以我要怎么再把它回到我的资料里面去抓出来呢 好那我们r里面它那个资料的读取方法 它都是用matrix的形态 所以比如说我要第一个roll这样子 就是把这一行抛出来 那我如果要1的1到3 就是ear edge和price 我也可以1到5的1到3 就是前五个的前三个变数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你是要跳着 跳着的话我们用cc的话是一个向量的意思 比如说我要146这几笔资料的1到3 所以你看第一个第四个和第六个的前三个变数 好所以呢我们刚才不是用index的方式 告诉他说哦284是2009嘛 然后2010的是这几笔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data然后呢i09 这样就可以抓出来2009的资料 好所以我这边就是抓出来 2009的资料和2010的资料 然后我要去比较他们的price 的variance是不是相同 好我这个后面都有解释 或者是你看那个我们的lector notes也都有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的是0.74 马马就不显著所以那我们要假设他 我们不能就h0是什么 h0是两个相同 ha是两个不相同嘛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假设两个是相同的 好所以我接下来做t test 好这边variance equal就把它写成true 然后呢他是pair的嘛 不是他是depend 他不是dependent 他是independent嘛 所以这边要写false 他不是parity 他是to sample t test ok所以p value to sample t test p value 是这个0.002351 那他是小于我指定的alpha 0.05 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他有显著的差异嘛 那后来他就是parci 然后是这个-687到-155 好那如果说我这边要做一个 2009是大于2010的 那我这边就要记得我的alternative 要用greater 我们跑出来的结果是0. p value是0.9988 所以他比我们的r还大 alpha还大 alpha的0.05的话 他比我们的alpha还大 所以他是不显著的 所以不拒绝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说 他们两个有差 2009大于2010 好如果我要做parity test的话 就是dependent的资料 或是那个前后测的资料 好那我刚才有讲说 这个c的意思是一个向量的意思 所以我告诉他说 我before有这样子的资料 after是这样子的资料 所以这是我自己指定的 我刚才有说一个等号是命名 这些资料我把命名为before 这些资料我把命名为after 好我有这个两笔的资料 所以我去做t test 然后pared and true 这第一个的话就是做双尾 然后p value是0.85 所以不拒绝 第二个的话我们做了一个 右围简定 然后p value还是很大 左围的话p value也是很大 这边都是不拒绝h0 好那这是做那个parity test的方法 好那如果做anova的话 我们用aov这个function 那这边的话是放你的response 你的y然后这边就放你的factor 然后这边要告诉他说是从哪笔资料来的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取名叫做anova 你可以取别的名字来比掉anova 然后呢再用summary这个刚才这个function anova它才会把你的anova的结果写出来 好这就是我的anova table了嘛 所以呢我就可以看到说 我这样子看到这个degrowth freedom 就是在total condition有三个嘛 所以三减一它的degrowth freedom是2 然后一样你可以看它的p value p value是0.4122 所以它是不显著的 好那如果说呢 那我们得到的anova是显著的话 你可以去做2key嘛 那2key的话 这边就是用这个2keyhsd去做 那因为这边是不显著 所以做这个没有意义 就你看出来的结果都是不显著 我们用r做这些test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看p value就好 那p value跟你自己决定的alpha去做比较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有显著差异 还是没有显著差异 那这边的话都是不显著的嘛 所以这每组都没有差异 好那你也可以做这个parewise 用这个parewise.t.test去做 好那看这边的话就是看你要不要去做调整 那如果你写不调整的话就是我们的 我们写的学费 然后呢调整的话就是我们的birthend lonely 好那这边的话 因为刚才这一个就是不显著 所以这边的p value都是很大的不显著的 好那另外的话你可以画boxplot 我们刚才在tidyverse的时候有教过你怎么画boxplot 我们的x轴是我们三个不同的condition 然后y是我的price 那你可以看到说真的他们的分配都长得差不多 所以果然刚才我们做nova test的时候 他告诉你三个min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好那另外在regression做regression的时候呢 记得你要先去检查你的x和y是真的有线性的关系吗 那你怎么去检查呢是不是画scatterplot 我们刚才有教你画scatterplot 用这个gompoint的方式去画 哦看起来非常的有线性关系嘛 而且是什么-1的那种线性关系对不对 所以是negative的strong correlation 好那你可以去算他的correlation嘛 那我们这边就用cor这个 然后把两个变数放进去 然后就要用pearson的方式去算 ok所以他这个pearson的话 他算出来的correlation是-0.96 对吗我刚才说很接近-1嘛没有错 那我们也可以去做correlation的test 那就用这个cor.test的方式去做 好那做出来的话他告诉你说 你的pval这个什么h0是两个变数的correlation等于0 ha是两个变数不等于0 两个变数的correlation不等于0 那这边的话呢做出来非常显著 所以表示什么 我们有显出的学准表示说这两个的相关性是不 就是他们两个是有相关的 然后呢他一样可以帮你算出他的correlation是-0.96 那还有这个95%的confidence interval 就是correlation的confidence interval 好那我要怎么用r去配置这个线性模型 我用这个lm这个function lm的话他跟我们刚才anova的那个很像 就是一样放y然后tilt.x 放那个dependent variable还有independent variable 那如果你有很多个的话就是在这边再加另外一个x 再加另外一个x这样子 好那一样告诉他是哪一笔资料 那我们这边先fit一个simplelinear regression 使用money去预测我的price 然后取名他去做lm.model 然后用summary的方式去看他跑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表的话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有教过嘛 这边是他的那个recidual的five number summary 然后这边是coefficient result 所以这是他的coefficient是那个1.266 2乘10的-4减掉这个3.899乘10的-2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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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oney去可以减是92%这个price的变异 对不对 好那一样我们现在刚才的那个scater plot 我现在要把这一条线性回归画上去 我们用这gom.smooth的方式 然后告诉他说我要把这个linear regression 画上去用lm 那se的话你可以把它用false的方法 好他就把我们刚才那条线性回归画上来了 好那做完线性回归的话 你还要去check他那些那个recidual 是不是follow那些条件嘛 有没有这个条件还记得吗 他recidual要是常态分配的 然后呢min是0 然后variance要是constant 所以呢我们可以 你要怎么去interpret 你可以看这个网页 你可以用这个plot 然后呢每次按你的enter键 他就可以看下一张 在这边按下一张图 好这是recidual和fitted的resource 所以他是不是很均匀散布 所以看起来还不错 下这个normalqq的话qq plus的话 他基本上是在看他是不是常态分配的 那如果说他很接近这条线 就是呈现这种线性的关系的话 就表示说他是符合常态分配 这个基本上一样就是也是均匀散布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个的话是检查 有没有outlier看起来都还好 所以这个model的话就是fit很好 但比较相信的解释的话 你可以上这个网页去看 好那刚刚这些图的话你也可以一个个去画 要怎么去把这条模型的resigual 抓出来呢 我们用这个resid这个function 他就会去帮你抓resigual 好把resigual都存在这个error里面 所以这是我的这些resigual 好那我可以我们先看这个118行这边的话 你可以去画你的resigual 好我们check他是不是normal好了 这个125这一行就是把你的resigual画 看起来是normal嘛 好那如果我要是画scatterplot的话 我是不是除了resigual以外 我还需要另外一个 我要放他fitted的results 好fitted的results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predict这个function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predict function 哪里面放你刚才的那个model 出来的就是fitted的results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可以画 刚才scatterplot 一边放fitted result 一边放我的resigual 好均匀散步 所以ok对不对 他是均匀散步的 所以我们的variance是constant 然后add 还可以看min min是在中心确实在0的部分嘛 所以min是0 constantvariance 然后呢我们还画过这个histogram 我的这个arrow的histogram 看起来确实像常态分配 或者是你可以画qqplot qqplot 就用qqnorm 他就把这个 他这条这个这样子 就有点像scatterplot的方式画出来 那你也可以把它中间那条线 画出来用qqline 就可以检查说这些点 是不是都有接近这条线 那如果是的话 他就是常态分配 那你也可以一样画box plus 去检查 用box plus 看起来确实是常态分配嘛 dependence 好那如果我要去检查 他们是不是这个arrow 10 是不是独立的话 我们的时候有说 你可以画一些time series的图 那我们用这个的话 用这个acm去画 好除了第一个第一条线要这样高高以外 其他条线都要就是在这个蓝色的范围里面 那看起来是都差不多在蓝色范围里面 这些都还好 就是不要太跳出来的话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基本上都在蓝色范围里面 所以他大概是独立的没有问题 好那你除了画这个time series的图以外 你也可以去做成个Durbin Watson的test吗 好那Durbin Watson的test的话 你需要安装这个package 住这个package 然后呢 嗯 装好以后就是安装这个library 然后 还有这个lmtest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library的话 那你就是一样要安装这个套件 就当你没有那个library的话 你都是就是先安装那个套件 然后你就会把它抓进你的电脑里 然后你就会有这个lmtest 然后这个lmtest的话 他可以去做这个Durbin Watson的test 好那他如果说pvalue是不显著的话 就表示说他们是独立的 这边h0是独立 那ha你看他说autocorrelation是大于定 就是他们有相关 好那另外你也可以做这个贡献性的检查 那中线性的话是在multipollinear regression上 那我刚才有说 那我刚才有说 如果说你有很多x的话 你就是一直把它加进去 这个是第一个放你的y后面放你的x 然后最后一个dur后 放你的资料 好我们现在有一个第二个模型 我一样可以用summary的方式去检查我的第二个模型 好这是我的第二个模型 那你从这边的话你可以很快速看到 其实这两个变数跟我的y其实是没有显出的关系嘛 然后还有这个ftest告诉你说 诶这个这里面的变数有一些变数确实是跟你的y的关系 然后这个还有你要看multipoll的时候 你要记得看调整的r2 好那我们要做biftest的话 我们是要从这个card的library去抓这个 这一个functionbif 好所以你一样 你载这个package然后载这个library以后 然后抓这个vif的function 然后去跑你的模型然后去做test 好他在这边要告诉你说 那么如果说vif很高的话呢 表示说呢 这一个变数跟其他的变数是很有相关的 所以呢我们希望说vif要小于2 所以这边告诉你说这四个变数其实他们的贡献性很高 所以你可能只要选其中一个变数来做 来跟y做预测就好了 好那如果说我现在要加一个类别变数进来呢 类别变数的话我们用factor factor是因子的 你只要在r里面把那个变数前面用这个factor 表示factor 然后把那个变数刮起来 r就知道说他要帮你做那个base 那个domin variable indicator的那个方式 domin variable 然后他会选一个当你的baseline 然后去做比较 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个 这个这笔资料的condition是什么 好我们在data里面有一个这个condition 那我可以做一个frequency table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到frequency table 后要写table就好 然后这个data里面的这个condition变数 好这condition里面有这三个 三个情况 fair good和poor这三个情况 好所以呢我现在来做一个这个有domin variable的model 好我们刚才有说有这三种情况 fair good和poor 所以你看这个model 他出来的是这个 他给的indicators他是给good和poor 所以表示说你的baseline是什么 你的baseline就是fair 所以你等下在解释的时候都是在跟fair做解释嘛 就跟fair去做比较 所以呢解释的方法要什么 跟fair比 跟就是一般的车比比较好的车的话 它的价位是多这个1.371乘10的二次方 那跟比较不好的车 就普通的车跟比较不好的车比 不好的车的话它多了这个6.391乘10的一次方 就63.91 好记得我们那个有indicator的那个比较方法是要跟baseline去做比较 好那如果说呢你现在有笔新的资料你要去做预测 所以就用那个回线性模型去做预测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把你的新资料输进去 那我这边有做了一笔假资料 new 好这是一笔假资料 那它基本上它必须要有 就是有你刚刚那些那八个原始原始的模型的那些变数 它必须要有 好这是一笔假的资料 那我要去预测说它就预测出来的y是什么嘛 好所以呢 这个170号 就我刚才的模型 然后和放上我的新资料 好那这就是它预测出来的y hit 那除了用就是直接输入一笔资料的方式 所以我也可以指定 我们刚才的那几个变数嘛 age, mileage, power 我就告诉他说 如果h等于3, mileage等于什么 power等于什么的时候呢 那我的y会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171行这个 他就告诉你说 当你的h等于这些情况的时候呢 你出来的y hit是这个12177.68 好这是预测的方法 好那你也可以就是算我们那个confidence interval 和prediction interval 那如果说你要confidence interval的话 你就是在后面加一个interval等于confidence 好它就跟你说 这是你的y hit 然后你的confidence interval分别是这个 然后如果你要prediction interval 就是这边写predict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五亩数的一些程式码怎么写 好第一个是卡方分配 对卡方的话你需要类别变数嘛 好因为你需要两个 然后因为我们这笔资料只有一个 所以呢我先建一个 对我的age 然后去建一个这个把它变成一个类别变数 所以我做age group 然后如果说它大于9的话 我就把它叫做老车 它小于等于9的话 我就把它叫做年轻的车 所以呢我用一个叫做if else的function 然后告诉他说如果你这个age大于9的话 我把它叫做old 就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它就是老车 剩下的就是年轻的车 好这是这个if else的用法 if else if满足这个条件 它就是这个名称 剩下的就是else嘛 剩下的就是这个名称 好所以我们就新建了一个新的类别变数 好我这边只是单纯因为我需要两个类别变数 我这笔资料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我做了这样子的调整 那我也可以就是做成三组 好有一个比较麻烦的这个if else的写法 好如果说我这个age是小于等于5的话呢 我这个age group2我取了一个 我先设了一个空的变数名称叫做age group2 好然后呢如果说它满足它小于等于5这个条件的话呢 我age group2的话就是年轻 剩下的再去检查大于5到12之间的话呢叫做median 然后剩下的就是不满足上面两个条件的话就是老车 好那这是一个叫做follow的写法 那它就i等于1到500的意思是说那 因为我这边总统有500笔资料嘛 所以它会一个个去抓age的第一笔 如果是看它满足哪个条件 它就带入它 它就会在age group2的第一笔写下它那个条件是样或median还是old 然后再试age 然后它就会再跑去age 就是i等于2就是age的第二笔 然后看它是什么条件 满足哪个条件然后把它取取它的新的名称在age group2 然后就是从第一笔一直跑到第五笔这样 就是叫做follow的意思 如果你看不懂这个没有关系 这边我只是单纯是为了要去建那个group 然后去做的一个 一个这个 做的这个假的这个group的方法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怎么做我们的contingency table 那我刚才有说你可以用table这个function 如果你只放一个变数的话就是frequency table 如果你放两个变数就变成contingency table 所以我们刚刚做了两种 两种age group嘛 一种是只有两个结果的 一种是有三个group的 第一个的话是只有old和young 然后和我的那个另外的condition 三个condition 然后hgroup2的话就是三个三种group嘛 然后condition一样是三个所以是三乘三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怎么做开square test 开square test的话就直接用这个chisq.test这个方式去做就好了 然后就把你的两个变数放进去 然后它就可以帮你做independence test 好所以这边它的pValue很高所以不显著 表示说他们两个是h0是独立的嘛 然后hs不独立的 也表示两个是我们不拒绝h0 因为两个是独立的 好那你也可以看他们那个expective value 就用他test这个test结果的expective 然后去抓住他的那个他的e是什么 那这边的e都很大所以呢 你这个检定是ok的吧 好然后呢另外还有你可以去做proportion test proportion test的话必须你自己把你的那个百分比写出来 好这边等于是74除以214 那另外一个是95除以286 好可以用这样子方法去做proportion test 那你除了做两组的我也可以做三组的 好这只是proportion test 好那下面的话这个我剩下的五母数test 如果你要做sign test的话你要装这个bsda的package 好装好以后就是library 好那做sign test的话就是这个他用这个sign 大写的点test的方式去做sign test 然后告诉指定他的median 好所以这是test的结果 那这边的话你记得就是看pvalue就好了 所以这边pvalue1.4416所以不显著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里面的意思是什么的话 记得我刚才有讲说你在help的地方可以去搜寻 好你可以去看他的那个解释 好那如果你要做这个两个group的wellcos and rank sum test的话 他的function是这个wellcos.test 那样把你的两个变数放进去 那样看pvalue所以这边是显著的 好before after跟刚刚一样 我们先做一笔夹资料 然后一样用wellcos.test 然后这边pare的地方写true就好了 他就知道说你要做pare的test 所以这边一样不显著 好那如果你要做这个kwtest的话呢 他的那个方式在这里 然后这边放y放x 就跟刚才noba很像 好这边test的结果pvalue0.5013 所以是不显著 那如果说你是rcbd的设计 就是有block的设计的时候要怎么做呢 好 好这比较麻烦点 这必须要建立一个某种形态的资料 好那我们先建立了一个夹资料 好这个夹资料 他这个他在做这个的时候 还必须要做成像 就是像我们平常课本看到的那种情况 所以我这个edge group的话是我的这个block 好我必须做成这样子的一个table的资料以后呢 才能放到这个fragment test的 的这个function里面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 哦他的pvalue是0.765 就算你放了这个block进来 你的condition三个还是没有显著差异 好那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笔资料 我们可以输进去一下 然后看一下 OK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上课的那个每一个不同的restaurant 然后还有那个几个几个评分者 五个评分者 然后他的评分成绩 一样你要先把它整理成刚才像这样子的 那个情形 然后我们用这个stabs去整理 所以这是像我们平常课本看到的三个餐厅 然后五个readers 然后他们的评分 好那跟刚刚一样 我只要把fragment.test 然后放我们跟这个table 所以就跑出来它的结果 但除了用这个把它整理好table的方式 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function里面以外 我也可以用像我们刚才做kwtest 或anova或regression的那个方式 这边是放我的response 然后这边放我的x 然后given given我的什么 given我的block的方式也可以 好 这是我们做fragment test的两个方法 好那这边就把我们所有的test的function讲完了 那一样如果你要看详细一点的解释的话 请去看一下lature notes 好